另外要讨公道的则是梁又祥了 台湾美食家梁又祥他的拜把大哥的太太呢 去年从大陆来到台湾投资医美产业 因为相信台湾的整形技术 所以做了抽职手术 但没有想到手术之后第二天就陷入昏迷了 抢救两个星期之后仍然不治 闹出了医疗纠纷到现在已经事隔五个多月了 大体还冰在殡仪馆里头 没有办法反向入土 让梁又祥痛批说医院的诚意实在不足 而医院方面表示了 目前陈爱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便回应 但其实之前也有非常多的女星 在做了抽职手术之后坏了健康 这上女演员孟婷丽公开手术过程 刚做完腿部抽脂 结果却不如预期 腿心不但没有变得更漂亮 肌肉还有些凹陷痕迹 让原本没腿走了样 抽脂失败还得忍受剧痛 痛得忍不住尖叫 因为每一次换药都是折磨 做生医人张纯纯因为之前去做整形手术 导致伤口感染 造成她腿部溃烂 出现四五十醋肉瘤 因为暧昧不止一次到诊所动手术 没想到却赔上了健康 其实抽脂在需要全身麻对的整形手术里 算是风险比较小 不过要是没有注意伤口清洁 会导致感染溃烂 如果医生技术不够好 也可能让皮肤凹凸不平 或是戳破血管引发肺栓塞 最严重可能会威胁生命 在医生的手术过程当中 他的经验及他的技巧上的一个不足 所以可能造成在 让他的一个血管上面造成的一个土塞 造成他的肺液的部分 或者造成呼吸困难 另外眼常听到溶脂利用镭射消灭脂肪 只适用于局部抽脂 还有一种冷冻消止 台湾目前还没有合法开放 虽然抽脂可以快速雕塑身材 不过要是术后没有搭配饮食运动 铺发几率百分之百 爱美的女性手术前还是多三思 才不会赔上健康 继续留学杨蓉特报道